同样北京市大部分地区也是从昨天开始被雾霾笼罩 北京市西向台在昨天下午的5点发布了霾黄色预警信号 目前霾黄色预警并没有解除 那么根据北京市环境监测中心今天上午11点发布的环境监测的数据显示 北京市大部分地区的PM2.5浓度达到250到280之间 处于5级重度污染中 其中最严重的地区出现在朝阳农展馆监测站 监测的PM2.5的浓度达到308处于6级严重污染 北京市应急办已经于上午的11点启动了重污染预警4级预案 建议市民要采取健康防护措施 据预测这场雾霾将会随着夜间到来的小阵雨 和明早刮起的三四级的北风逐渐的好转